作為生命力的展現 你想要變得更好 人想要幸福 想要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裡 可是有時候慾望當然象徵了 就是說那些 因為你有了慾望 於是就有了失落跟破滅 那我在裡面也描述了說 這個使人彷彿可以進入天堂 但是也跌落地獄的過程 就是說比如說到最後 也不知道到最後 就是說裡面這幾個重要的角色 很多人是被礙於糾纏 或是被自己想要成功 想要變成另外一個人 擺脫自己的宿命的糾葛 可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做到的 那他們怎麼去面對做不到以及失落跟失去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與其想展現的是慾望 不如說想展現的是慾望的對立面 就是說恐懼失落然後得不到以及你在因為慾望而扭曲自己的面孔的過程 很奇妙的是因為我們上半天我們進行了一個旅行 然後我發現學姐注意的點其實是滿人文的 甚至是老東西或者是老房子老樹甚至是廢墟 感覺你喜歡的是或者是你生活的環境其實是很 怎麼講 很有人味的 可是摩天大樓的設定跟這個小說裡面 其實它反而給我有一種很科幻的感覺 因為摩天大樓它是每個房間 好像假設是科幻電影的話 好像每個人都是一個平行宇宙 那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那樣子 那怎麼會讓你去想要寫一個好像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也曾經生活在那樣像摩天大樓那樣的地方 然後還有就是寫作是一件很孤絕的事情 我那時候在我住的那個摩天樓裡面生活了七八年吧 很長期的都一直在寫作 對 我都描述說其實我好像在空中的一個透明的河 在那裡邊關在那裡寫長編小說 所以就是那種科幻感 或是那種其實孤絕跟與他人好像很近 你每天都跟他同一個電梯 你也好像每天都見到他 可是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你不知道他是誰 以及那時候有一段時間我其實身體不好 我都常常覺得我會在那個大樓裡面 孤獨的死去或者是失能 這個東西我覺得對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 可是我覺得我可能必須要 我有寫啦就是說 我可能必須要離這個大樓非常非常遠 我才有能力來說這個大樓的故事 我必須要真的生活到了一個有腳踏實地 然後我有院子 我對面有樹鳥在叫的地方 我才能夠寫那些人被關在空中的 盒子裡的時候的那種不覺得 對我來說是這樣 那因為兩種生活我都經歷過 可是我在想也許我就是離開 我覺得有點像故鄉吧 你離開你的故鄉非常遠的時候 你才能夠看到他的面貌 那等到我已經離開了那座空中樓閣以後 我覺得我才有辦法有能力去描寫這些人的故事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 我自己是很喜歡摩天道侯這個小說 那學姐有想要其實最終以作者的角度 當然讀者每個人接收的感覺是各有不同 那以你作者想要傳達的目的 你最主要的那個傳達的主要的意志是什麼 就是生命何其貴重 然後生命非常貴重 然後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很多時候是並沒有好好的活著 然後人跟人的交流是非常的珍貴的 可是我們也沒有去交流 那這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 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 該...不 我們小說家能夠做的只是提出問題 也只是標指出這樣的狀態 那可能對我自己來說是 就是我透過這個小說使我更加的了解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的生命非常貴重 希望我自己可以在有生之年都很精神的活著 可是也希望讀的人就但願能夠在這個小說 閱讀的過程理解到真的人應該要生動的活著 那麼簡單 好 這麼簡單 探討